说完了住行啊 咱们不说衣食 为什么呀 您想去吧 那是太后老佛爷 他儿子 一朝人亡地主 您想那吃的穿的能差的了吗 您啊 瞧甄嬛传去得了 您就记住了 这真正皇上太后的奢华程度 他要比甄嬛传里边的那些娘娘们呀 他奢华十倍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啊 听我给您讲故事 今天呀 咱们继续说这乾隆皇帝母子的故事 今天咱们要讲这段故事 这情节好了去了 怎么呢 他顺心呢 这是一个儿子呀 孝顺妈妈的故事 说句实话 您要是想孝敬自己的父母啊 自己呢 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表达自己的这个爱 表达自己的孝心 那么您呢 就可以听听今天咱们这段书 您呢 可以效仿一下这个乾隆皇帝 不过呀 就得看您有没有这么大的势力 有没有这么多的钱了 1735年 那年就是雍正十三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这雍正皇帝驾崩了 这老皇上驾崩啊 惹定不是什么好事 不过呢 在后宫当中啊 有个人呢 他伸开腰了 谁呀 就是西妃娘娘 乾隆皇帝的妈妈 这一下子 可就成了皇太后了 雍正皇帝在世的时候啊 对这西妃娘娘好不好啊 说实在的 很难说 虽然啊 在这个雍正八年的时候 在三月份 虽然这西妃啊 被自己的老公雍正皇帝 进封为了西贵妃 可是啊 只有这皇帝一道御旨 并没借着内务府 宗人府 给这西贵妃啊 建立策宝的档案 也就是说 这甄嬛这贵妃啊 她不在策 虽然呢 这内务府 也曾经啊 给这个娘娘 做了朝官和这个朝福 但是啊 它终归是口头上的 所以说啊 很多史料 记载纽葫芦士 在雍正年 只记载到位份西妃 并没有记录啊 她是西贵妃 可是这雍正十三年 八月二十三日 这雍正皇帝 瘦数短 驾崩了 这一下子 她不管啊 在雍正年 是西妃 还是西贵妃 到了现在啊 已然是乾隆年了 这西妃娘娘啊 母一子贵 一下子就成了 圣母皇太后 当妃子的时候 这西妃娘娘住哪啊 西妃娘娘啊 住在紫禁城 东路的景仁宫 有人说不对吧 我怎么听说 这西妃娘娘 住在这个 西六宫的 永寿宫啊 哎 那您啊 还是这个 甄嬛传看多了 乾隆皇帝 登基以后啊 跟自己的妈妈说 您呢 还住在景仁宫 不过啊 是暂时的 具体 下一步住在哪啊 我准备给您 一个小惊喜 按说呀 这新皇登基 所有的前朝嫔妃 这一律要搬出 紫禁城内宫 这东西六宫 当然属于是 紫禁城的内宫了 您像这个皇太后啊 一般呢 搬到这个 紫禁城外路的 宁寿宫啊 紫禁宫啊 寿安宫啊 这呀 是皇帝 对皇太后的 一片孝心 其他的嫔妃呢 也得远离内宫 为什么呀 得避嫌呢 因为这很多呀 虽然是老皇上的妃子 但是他年纪轻 比这新皇帝还小呢 这长期住在一块 万一要出了娄子 那就麻烦了 剩下个私孩子 那是酸自个儿子呀 还是酸自个儿弟弟呀 这好说呀 他不好听不是 所以说这皇帝啊 和这个前朝嫔妃 分宫居住 也有这个避嫌的意思 那么这乾隆皇帝 准备给自己的妈妈 安排到哪居住啊 他给自个儿的妈妈呀 新建了一座宫殿 在紫禁城的外溪路 慈宁宫的西侧 单辟出了一块地方 这乾隆皇帝啊 准备给自个儿的妈妈 建一座寿康宫 这皇上要想干点宫城 那快了去了 雍正十三年 雍正皇帝驾崩 乾隆皇帝继位 这寿康宫开始建设 到了乾隆元年的时候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 就建成了 三进的院子 红墙围绕 在这宫殿前啊 有一个封闭的小广场 广场东侧有一个门啊 叫灰阴门 从这灰阴门通过去 就是慈宁宫 这老太后啊 要想礼佛了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小门 进到这慈宁宫 大佛殿当中 这大殿啊 是面阔五间 近身三间 黄琉璃瓦 歇山顶 那叫一个气败 无论是从陈设上啊 到宫殿的气势上 您比去吧 您看这慈禧太后 住过的内庭西路的 楚秀宫 易坤宫 您还别说其他的 就是建筑格局上啊 比这儿也差远了 他气势在这儿摆着 寿康宫啊 这大殿高啊 他有月台啊 这就应了那句古话了 这就叫做庙堂之上 您看东西六宫 那些个前殿后殿啊 看来啊 就像是住人的 您看这个寿康宫了吗 看上去啊 他就有位感 陈设上啊 那自然也是气配 这老太后居住的后殿啊 有一对黄花离大跪 那可是整个紫禁堂当中 最大的一对黄花离大跪 您瞧这乾隆皇帝啊 他虽然有的时候 花钱如流水一般 大手大脚 差一点啊 把整个大清国都拜进去 可是啊 他有的时候扣着呢 谁要是动了他这个好木料啊 他是真跟人急 有的时候工匠啊 多用了他一点紫檀料啊 他竟然还要降纸 是深斥 可是到了给他妈妈做家具啊 他可舍得了 您瞧这黄花离大跪啊 好家活的嘞 那简直是可天处地的 不光是在紫禁城里 这皇上和夏天避暑的圆明园 也给妈妈呀建立了别馆 叫什么名字呀 叫长春仙馆 这个地方啊 他离皇上办公的正大光明殿 以及皇上住的地方 九州清宴都是非常的近 那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皇上有旨意呀 这每天呀 要向老太后来问安请安 他离得近了 方便不是吗 您瞧了吗 管这两栋别墅啊 这花钱就花扯了去了 哎 不过呀 咱们文笑归文笑 咱们不跟乾隆皇帝比 只要咱们有孝心 能尽孝道 就完了 这老人啊 他肯定能理解 说了住啊 咱们得说说行了 这老太后啊 要比起宫里其他的女士们呢 那他阔了 在这一点上了不得 为什么呢 这乾隆皇帝在位时期呀 他南巡过四次 东巡过四次 三次啊 巡兴五台山 还有两次啊 到这个圣经 也就是啊 今天的沈阳城去巡世 一次呢 巡兴中州 到这个东陵啊 去夜陵 到穆兰围城狩猎 这些个活动啊 这太后都参加了 也就是皇上到哪 都把自个的妈妈带着 乾隆二十六年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陪着妈妈呀 到五台山 文殊菩萨的道场进香 到了文殊院之后啊 看到这文殊菩萨像啊 妙像庄严 皇上就觉得呀 自己的妈妈 和这文殊菩萨的法像啊 有几分相似 于是他回到北京之后 就命人啊 按照五台山文殊寺的 文殊菩萨像 雕刻石像啊 供奉到香山的宝箱寺当中 说完了柱形啊 咱们不说衣食 为什么呀 您想起吧 那是太后老佛爷 他儿子 一朝人王地主 您想那吃的穿的 能差得了吗 您啊 瞧甄嬛传去得了 您就记住了啊 这真正皇上太后的奢华程度 他要比甄嬛传里边的那些娘娘们呀 他奢华十倍 还别说这老太后活这时候了 老太后驾崩以后 这乾隆皇那也下了一道御址 说现今大型皇后御发 着做金塔一座供奉 塔内呀 要供无量寿佛一尊 好家活的嘞 这塔呀 多高多大呀 不用我来这说 您现在到故宫之后啊 您去游来 一眼就能看见 可您知道 这塔 他用了多少金子吗 您自己去合一下啊 我这人数学不好 他能合到多少克 共计用了黄金是一千三百余两 就这样啊 还做小了 那为什么呀 那尊巨大的无量寿佛呀 放不进去 于是呢 就只有把这个塔呀 又重住 到了后来 这宫里的金子呀 使得也差不多了 只能往那个金子里掺银子 名义上啊 是用了黄金三千余两 实际上啊 您再算一下 也就是用了六成吧 这里边还掺了不少的银子呢 就即便这样算呢 那也是接近两千两黄金的 咱们现在呀 看到这个文物质上面 给出的答案呢 是很精确 说这个清乾隆金发达 高一百四十七厘米 底座是七十厘米 乘七十厘米 共用黄金三千多两 阔弧 实际呀 只有六成黄金 口无管了 这就是故宫博物院 给出的官方答案 哎呀 有人就说呀 这当皇上真好 能啊 举全国之力 孝敬自个儿的妈妈 哎 这就举全国之力了 明天 明天 我跟您说说呀 这甄嬛 过生日时候的 盛况空前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祝您啊 有个好心情 咱们呀 明儿见 咱们呀 咱们呀 又等三宝 Nin이고 那 咱们呀 lands